第96届奥斯卡奖将于3月10日揭晓 美籍台裔导演江松长拍摄的纪录片《金门》 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 成为第一部入围奥斯卡该奖项的台湾纪录片 江松长在接受纵深视角的采访时表示 这部短片从他个人的台湾视角出发 讲述金门乃至台湾夹在大国权力博弈间的挣扎和矛盾 曾在中国工作十多年的他也感叹 在习近平主政下 中国的言论审查空间日益紧缩 许多新闻和纪录片工作者倍感无奈 江松长希望中国能回到比较开放的状态 首先恭喜您的短片《金门》入围了 今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纪录短片 首先介绍一下这部片子好不好 您什么样的起心动念之下 想偷拍这部短片 因为我是15岁就出国去美国定居 然后大部分前30来年都是住在美国 是只有这几年2017年之后才搬回台湾 可是一直都有这个愿望 希望找到一个适合我来说的台湾的故事 分享给国际观众 那也是恰好在2020年的时候 Cnex就是台湾这边的一个制作公司跟基金会 他们邀请我跟他们合作 就是develop一些台湾主题的纪录片 那恰好我那一年也是第一次去金门 跟我父母亲去 我从来到这些岸子 那么近到中国 我从来到这些岸子 我从来到这些岸子 有点被金门迷到了 就觉得这是一个比我想象更有趣 更新奇 更世界上更精彩的一个地方 那后来就跟大家讨论说 要不要我们也拍一个有关金门的纪录片 所以出发点是从那边开始的 在这片子你提到您父亲的影响 因为您父亲年轻的时候 就刚好在金门服役嘛 我们台湾人说抽中了金马奖 所以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金门是什么样一个存在 小时候觉得金门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吧 从我爸爸那边听过故事 也有从其他的 不论是在金门当兵 或者是新闻里面 都会提到金门 可是大部分是一些 不见得是愉快的故事 就是年轻人去那边当兵 觉得危险 或者是想念家人 或者是家人觉得 很不幸儿子被抽到金马奖 需要去金门服役 然后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 就是一个残酷的战争的景象 对 是 所以小时候对金门的印象 大部分是那个样子的 今天的金门因为是主打战地观光 所以还可以保留看到很多战争的痕迹 譬如说在墙壁上就可以看到 当年子弹留下来的痕迹 还有被炮弹轰炸过的断圆残壁 2020年第一次踏住金门 看到这些战争的痕迹 以及中国厦门就拔地而起的大楼 就在痴痴之遥 那一刻您的感受是什么 第一次去金门2020年 跟我父母亲去的时候 突然发现金门 跟我想象中的状况 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录影对不对 录影 对吧 录影才有意思 当然我一直都知道 要有这些战地遗迹 可是没有人在讨论 比如说那么美的闽蓝 传统建筑物 或者是那么美的大自然环境 海滩 有山有水 所以反而让我觉得好像 我之前听说过的金门 或者是我之前对金门的印象 是不准确的 让我就是有更深的一个好奇心 更想要多探讨这个地方 那厦门那边 我真的是有点惊讶 说怎么真的那么近 之前可能厦门只是个小渔村的时候 不会有那么明确的差别 可是现在就是对岸真的是 一片大楼 跟金门这边还是一个乡下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会有一种落差是吧 就是说好像金门相对是比较落后 可是这种金门的落后是选择性的 因为它要保留战争遗迹 我觉得不见得是用落后这个形容词 因为我不觉得是落后 我觉得是保护的好 我反而更支持金门继续把 这些遗迹跟古迹继续保护 你不能跟厦门这个城市来竞争 因为就是环境是不一样的 目的也是不一样的 我当然也了解 应该是蛮多金门人希望有这种 富有的感觉 或者是就是很快发展的感觉 可能有点羡慕 可是我觉得金门的负是负在文化跟历史 不是富有在这些新的建筑物上 很多人认为金门因为这么临近 厦门的特殊地理位置 再加上中国最近几年对金门示好的 这样统战的策略 金门人其实是非常轻重的 那么在影片当中 我们有看到您采访的很多人对小三峰重新开通的渴望 应该是几位陆配还有当地人 您采访的哪些人 可不可以聊一聊您对这些人的认知 然后他们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是什么 我当初开拍的时候有点天真 因为我是希望用金门来代表台湾 就是用金门来说一个台湾整体的故事 当然开始跟大家深入一点聊天了之后 就知道金门那边对两岸的认同 跟台湾奔岛的人是有差异 我觉得亲中这个形容词好像是太简化了 因为是我自己跟大家聊天的感受 或者是我学习到的是 他们想要经济跟就是人跟人的沟通 跟对岸比较密集一点 这个非常容易了解 因为金门离台湾那么远 金门离厦门那么近 然后金门人尤其是这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 他们有去那边设产或者是投资 或者是像嫁给金门人那两位 他们的亲人是在那边 所以他们当然希望有小产通 有比较方便的交通 可以比较简单一点的互动 可是我不见得金门人 宁愿有大陆这一个政治体制 我觉得金门人是非常 至少我自己看到的 还是非常支持民主体制等等 所以我希望用这部片子挑战大家 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刻板的概念 就是说你是外岛人 你是金门人你就是亲中 你就希望全部中国都是好 全部台湾都是不好 可是我认识没有人讲过这句话 就是他们可能想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合并 或者是一些不是台湾本岛人能很容易了解的一些关系跟感受 你刚才提到金门普遍的给大家认知就是 国家认同比较 可能自认为是中国 我不晓得 你到这个金门采访的时候 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那身份认同比较中国人的 这个跟你刚才提到 跟台湾大多数的这个人是有落差的 特别是年轻人 除了自认是台湾人之外 也觉得自己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落差 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大家是认同是中华民国 我觉得台湾这边年轻一代的是台鹏金马 大家觉得是台湾就是代表台鹏金马 可是在金门里说台湾 他说你是台湾本岛 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有可能是因为那边那个解研比较晚一点 有时候在金门会感觉到是20或30年前的台湾 像我长大那个时候 也是大家为中华民国主要认同 跟这一代的感觉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比较感觉到中国一点点 可是不见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 是中华民国的中国 我特别对于你片中采访的这一对 这一对道路级的配偶 蛮感兴趣 因为他们在话 他们在闲聊当中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小三通开了话 他们可能就回中国不再回来 你怎么解读他们释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这个我有点疑惑 他说是如果小三通不开的话 他就想要回中国不回来了 我妈天天打电话跟我说 怎么感觉台湾跟大陆情思很紧张 我说那不关我们事 怎么我们家人常常不会跟我讲这些问题 他们都不担心的 其实这些东西根本是多一个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东北人好战你知道吗 然后我妈说你赶快回来 为什么好战这种东西 小三通不会开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就回大陆不回来了 对我觉得他们的感受我应该也了解 因为他会觉得说如果小三通真的不开 可能就代表两岸关系恶化到 连交通工具都不能重新开放 那他可能需要做个选择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认真的这么说呢 还是就是闲聊这么说 因为他们不是就是住在金门打工 或者是来留学等等 他们在金门有家庭 他们的儿女是金门人是台湾人 所以他不可能那么简单放弃的 他们可能会继续挣扎 就是也变成这种夹在中间的一种挣扎吧 有报导说有一些受访者 因为担心这些言论上面的尺度 有担心这个中共秋后算账 您这部分可不可以揭露一些 您在采访上面遇到的困难 我是有遇到一些 就是跟我在镜头上聊完了之后 然后隔天或者是就是一段时间之后 说能不能不要把我那一段放进去 因为我担心如果我是 我是个年轻人 我之后想要去中国大陆发展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听到那个是就是也了解 可是也有点伤心 就是觉得对岸的压力 现在已经压到台湾人身上了 我不太希望看到的事情 可是我也了解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份 是跟他们不一样 我有另外一本护照 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我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所以他在考虑他们的未来 我也了解 可是我是觉得有点可惜 就是台湾应该能好好享受 我们这边的民族跟自由才对 影片的英文名叫做Island and the Twin 就是夹在中间的岛屿 你也说过不止金门 其实台湾也是夹在可能 美中的地缘角力下面的一个岛屿 在影片当中你也把金门的处境 跟自己的成长过程做了一个相比 可不可以谈谈这个夹在中间的感觉是怎么样 金门就是Island Between这部片子的核心 跟国际观众产生共鸣的原因 是因为我是用一个非常个人的角度 来谈论这个地缘政治的主题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很优秀的报导 尤其是最近这点台湾在国际上 媒体上的报导越来越多元化 可是我觉得一直缺乏的是一个用感情 或者是用一个台湾视角感情角度 来谈台湾人的体验 所以我就是希望用我自己的感受 身为台湾人也是身为一个美国人的 一个模糊的认同吧 就是一直在继续在发展 一直在继续在转变的一个认同 来对外分享这个台湾的故事 那这个Island当然是金门 当然也是台湾 可是也是说是我或者是类似我的这种人 就是夹在中间的人 We'll be reunified peacefully They said Because after all We're all one big family Who are forever caught In between 就是有我在台湾人会说 你讲中文会卡住 你台湾已经好久没有住在这边的 你本人就是美国人 可是我在美国看来说 你就是亚洲人 你是台湾人 你永远不可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可是我的立场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模糊的身份 我也觉得有时候台湾感觉上 就是一个模糊的地方 我们有自己的政府 我们有自己跟国际其他国家的关系 可是从美国的视角 或者是从中国的视角来说 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为什么我不知道 然后会有一些模糊的形容 说什么一国两制 或者是说我不承认你是一个国家 可是你也不是不是一个国家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立场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 有共鸣的就是不论是人或者是地方 一些有共鸣的感觉 我希望从这个片子能表达出来 会希望把就是卡在中间夹心的感觉 然后台湾人想要突围的声音表达出吗 尤其就是现在台海局势非常紧张 你觉得这部片子在这个时候推出 这个时间点有没有特殊的含义 有没有表达台湾人更多想要突围的声音 我真的是想要的只是把我现在这个矛盾表达出来 我觉得国际观众或者是会关注台海关系的人很聪明的 他们可以自己来做自己的结论 我觉得这部片子我特意没有很明确的把一些政治立场表达出来 因为我觉得反而表达出来更做不到我想要做到的事情 我就是把重点放在我自己的体验 我们家庭的历史或是我们自己家人的担忧 这样子反而让大家更能感受我们现在身为台湾的一个矛盾 那你也曾经说过很新的看到台湾在持续中国的威胁上 还能够发展蓬勃的民主以及自由的公民社会 你怎么看待这个在台湾感受到的中国威胁 以及就是说台湾拥有的民主跟自由 面对中国这个极权主义的扩张 可能会有消失的这样的可能性或风险 对那一段我是用英文讲的可是翻译成中好像觉得好像不是我会说的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种感觉 我用英文说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我对台湾人能在一种不安的感觉的环境下 能继续发展能发展成一个非常繁荣的社会 在某一些科技或商业上的一些世界上的领导 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就是之后这个压力会有什么更变 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应该不论对岸的压力是什么 会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走我们自己的路 因为会有时候会感觉上本来就是我们不能影响到 或者是决定不了的一个未来 来看看你的中国经验好不好 过去十几年了你往返美国嘛 那台湾跟中国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去中国 为什么想要去中国 第一次应该是2005 我那时候是在新加坡那边一个制作公司上班 然后他们想要拍一个有关中国的旅游节目 所以我第一次去世那个时候 觉得很新奇 从小到大一直有学习中国历史中国地理 然后第一次可以真正的在当地体验到书上描述的东西 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关系很好就是不论是中国跟美国 或者是中国跟台湾好像对未来比较乐观 觉得中国可能要好好的参与国际社会 然后会把一些外面会觉得比较压迫的一些政策慢慢的就是废绕 所以想要去那边看看想要去看看那边有没有有趣的故事 因为身为一位纪录片工作者 我一直都对就是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文化其他的人 就是跟我不一样的人很有兴趣 所以对我来说中国是一个很熟悉又很陌生的地方 所以一直很想去 你心底那时候有没有想起这个你在纪录片放的达到 有当然有啊 我觉得我去那边的感觉应该跟那些路客来金门观光的感觉是类似的吧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被人家就是政府或者是上一代跟我们说 那边对是一个非常宣传的看法跟观点就是对岸是怎么样 可是我去的就是可能是有可是没有描述的那么恐怖吧 从第一次去2005 6年左右我就一直会就进进出出中国 我在那边有一段时间交了几个月的书 然后有做过各种各样的纪录片的案子 最后一部就是我2018年完成的在上海拍摄的有关 两位父子艺术家的故事叫《时光记》 之后我就没去没再回去中国了 对纪录片工作者或者是电影工作者来讲 中国应该是一个题材非常丰富的地方了 不过在中国拍电影跟实况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因你跨这么多国家的经验 那你的这个台裔美籍的身份就是像这样的特殊背景 在那块土地上曾经经历过水土不服吗 如果有水土不服是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中国或者是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 因为明明就觉得很熟悉明明就觉得好像是我们 有一个共同的语言跟共同的背景 可是有时候更深入的想跟他们了解 或者是讨论的时候反而觉得有一些基本上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有隔阂 有隔阂 但我也是有交到很多很要好的中国人朋友 不论是在中国国内或者是在他们已经在国外定居了 可是中国就是在拍电影上面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十年十五年人去中国拍摄感觉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 大家也是很愿意跟我聊一些我想要聊的主题 除非很敏感很政治的东西 可是在路上拍摄或是什么的就都OK 可是我也知道这几年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了 我之前有一直跟几位中国国内导演合作 我当他们的制作等等 他们也最近有一直跟我在说就是 真的是越来越敏感什么事都不能碰 尤其是纪录片这一块或者是媒体 或者是就是当记者新闻这一块 就越来越麻烦 他们需要越来越小心 对他们的这个审查持续的紧缩当中 像您看到这些电影人或者是纪录片工作人士 他们在突破言论自由或是创作空间上面做过什么样的挣扎 比如说拍一部片子然后最后决定他们不能挂名 因为他们有点担心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那我也认识蛮多就是中国导演他们base在美国 他们会常常进出拍片 然后有时候会听说在某个地方放映 然后突然又有人出现想要跟他们聊天等等 就是很明确的是从中国政府那边拍出来的 所以那些故事听到是有点伤心的 因为我非常支持也非常关注我这些 在就是中国国际的纪录片工作者朋友 我希望他们能讲他们想要说的故事 不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据我们的了解就是有一些纪录片工作者可能身陷危险 因为他们拍的题材 这个对纪录片工作同行来讲 是不是一个蛮不可想象的情况 想象是可以想象 因为不只是中国有这个问题 纪录片是一个对很多国家 对很多政府来说是一个敏感的事情 像类似就是新闻记者 不论是印度也好 缅甸也好 都是有类似的压力 这个都是一个我们一直需要努力来push back的一个状况 你刚刚提到2018年是你最后一次去中国 那时候在拍一个父子艺术家的片子 可不可以抬一下那部片子 你审批没有过是为什么 最后是有过 我们就是需要改了好几次 就是本来是觉得一个很无辜的片子 可是你如果提到一位资深艺术家在中国 你一定会碰到文革这个议题 那碰到文革这个议题就马上有问题 最麻烦的就是他们在审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这个不能过 可是他不会跟你说怎么样来改才能过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来想办法修改 那你如果是自己在修改的话 你可能会就是overcompensate 就是修改了更多一点 你不想要再一直碰墙 所以我们是有调整了两三次 然后最后是有过 事实是很无奈之举啊 那些都是你愿意更改的吗 那我们是有找到一个好的方式来更改 没有牺牲故事 可是就是有一些画面就不能呈现出来 这一个点好像在中国国内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关系缓和 就十几二十年这些东西也是不能碰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无可奈何需要接受 如果真的是要那边能找到观众 或者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当然我就是在那边拍片子 然后就不在那边放 那个我觉得也是有可惜 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是要有进步 要改变需要从内要从外 不能从外面一直说他们不好他们不好 可是如果内部没有一些希望 能大家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的话 也可能改变不了 从2005年到2018年离开中国 你这样算下来也有就是13年的中国经验 离开中国之后2018年到现在 您观察也好或是侧面了解也好 对于过去20多年来 中国政治空气的这个变化跟这个审查 各方面自由度的紧缩 您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转变 这个大家都看得到的 我觉得很明显这个跟习近平执政 可能关系蛮大的 然后他们他的那个政府的方向 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我当然是希望 希望中国能回到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 非常谢谢你江导演 今天继续美国之音的蒸访 谢谢 明镜与点点栏目